第一个先来看光的微粒说跟波动说 微粒说由牛顿所提出 波动说由慧根斯所提出 那优点的部分就是他们都可以解释很多光学现象 所以重点是在缺点的部分 牛顿他预测光在介质中的速率会比真空中快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不是 在介质中的速率是比真空中慢的 至于波动说的问题在哪边呢 虽然我们干涉跟绕涉这种波动的重要现象是存在的 可是当初的科技不发达 所以是没有办法被观测到的 第二个我们来看波动的种类 波动的种类一方向可以分成横波跟重波 那一介质则可以分为力学波 它是需要介质的 那如果不需要介质的我们叫电池坡 这是考试的重点 就是我们电池坡是不需要靠介质传递的 再来我们来看重点三连续周期坡 这个连续周期坡是相对应于脉冲坡来说 什么叫脉冲坡 就是它的波动只有一次 一个而已 那连续周期坡它不但有周期性 而且会做连续的震动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的是它的周期 一个周期就是一次完整震动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我们后面会有这个特别的说明 那另外你还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啊 一个周期的时间坡会行进一个坡长的距离 第二个啊 周期跟频率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什么关系 导数关系嘛 这个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来看坡数哦 我们刚刚有讲过啊 一个周期的时间内坡不是正好前进一个坡长的距离吗 那速度不是把位移除以时间吗 所以我们坡数就是把坡长除以周期哦 可是周期是频率的导数嘛 所以我们又可以写成很熟悉的坡数等于坡长成频率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坡数哦 就是空气中的升速 空气中的升速啊 它是跟温度有关的哦 那它的数学啊 那它的数学啊就是V等于331加0.6乘以T 这个T是温度哦 那它的单位是每秒几公尺 那有个问题哦 我们这个公式是用在0度C以下吗 诶可以吗 诶当然可以哦 它是可以用在0度C以下的温度的哦 再来我们复习一个高中物理并没有谈到 但是国中教过的月音三要素 这个学者也会考啊 会用到题目当中 我们复习一下 来第一个啊 什么叫音调呢 音调其实跟谁有关 频率 第二个叫音色 音色其实就是声音的坡型 第三个是响度 响度就是大小声 就是它的正符哦 我们在考试当中会常看到两种图形 一个是位移跟位置的关系图 这个其实就很像你去帮坡照相 那第二种是位移跟时间的关系图 同学你看哦 这两个图看起来都是一个正悬坡 所以同学很容易搞错 来注意看哦 这到底什么关系呢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用图形来分析 你注意看哦 来第一件事情啊 如果有一个坡 它是往右边行进的 那我们原来正好是在实现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往下看哦 因为它往右边行进嘛 所以下一个时刻 是不是到虚线的地方了 哦你看哦 所以原来在平衡点的这个介质 哦啊 它已经跑到下面这边来了 对不对 那在下一个时刻 坡不是更往右边行进吗 到这边来了 你看哦 这时候它的介质又跑到更下方了 哦哦 那你看 下一个时刻 它再往右边 诶 又跑回去了 在下一个时刻 再往右边 又跑回到平衡点了 在下一个时刻 它到这边来 又跑到平衡点上方嘛 在下一个时刻 跑到这边 那这时候 其实指点已经到最高点了 在下一个时刻 又回到下面来了 那接着 它又会回到这边 最后回到平衡点嘛 那你看哦 我们来分析 这个指点在一个周期内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看哦 它是不是先下去 又回来 再上去 再回来 所以你看 一个周期啊 这个指点的震动 是经过几个震幅的呢 四个嘛 那接着我们做一个分析 你看哦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周期内 指点的震动的位移 跟它的时间做图 你就会发现它是这样 你看 我们现在要的是位移 跟时间的关系图嘛 一开始不是先往下震动吗 那接着不是又往上回去到平衡点吗 那再接着不是又从平衡点到最高点吗 那最后又从最高点回到平衡点吗 你看这样周而复始 所以其实我们的位移时间关系图 也是一个正选函数哦 所以你看哦 这两个图形不只长得很像 而且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嘛 来我们再复习一次哦 同学以后如果看到题目是位移跟位置的关系的 就等于是你照相所得的波形 那第二个啊 你把这个指点上下震动 跟时间的关系做图成这样 你以后看到的是位移跟时间关系图的时候 就要知道 它原来是波上指点震动的时间关系图哦 其实就是我们在选修物理学到的减协运动哦 因为这个指点事实上是做上下的减协运动 这个题目说啊 李同学他在相同时据内 用铅笔的笔尖倾出水波槽的水面 那这个水面就产生圆形坡嘛 可是因为它是水波槽 所以会投射在荧幕上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暗相间的水波影像哦 这个笔尖碰触水波槽的频率是每秒三次哦 那我们量到五秒之后 这个影像会沿半径方向位移了三十公分 那题目有说我们这个装置的放大率啊 是两倍左右 那问你说那我们实际的波长是多少公分呢 来第一件事赶快抓什么 关键字嘛 来同学找一下哦 第一个关键字在哪边呢 每秒三次啊 每秒三次什么意思 它的什么 频率是三嘛 所以F等于三点零赫兹哦 第二个关键字在哪边 五秒后我们的位移是三十公分 可是它的放大率是两倍嘛 诶 所以请问哦 我们实际的位移是多少 两倍那还原啊 是不是只有一半 十五公分嘛 那就可以算出来了啊 所以我们利用实际的波数 就是把位移除以时间 那我们实际的位移是十五啊 时间是五点零秒嘛 一算啊 就知道它的波数是每秒走三点零公分哦 诶 可是题目要算波长嘛 没关系啊 波长不是利用波数等于波长成频率吗 所以我们的波长就是把波数除以频率嘛 带回来哦 波数三点零 频率三点零 所以答案就是 一点零嘛 所以这个答案就选 A哦 一点零公分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